外媒凭中国最有影响力运公园。 朱婷第五会若期第26。 6月8日,美通社发布新盟5A指数,2018中国体育明星商业价值指数,中国女排奥运冠军朱婷排名综合指数榜第五,是前十中唯一的女运动员,从运动成绩和商业价值上都堪称眼下中国体财一截。 新盟5A指数由体育专业人士、数学精算人士、数据搜索和熟理模型专家、市场营销专业人士经过长期市场调研和数据搜索整理,建立大数据智库,并依此为基础分析对比生成。 在最新公布的综合指数榜单中,游泳奥运冠军孙杨高居百强之首,之后是男子白米飞人苏炳天和两枚羽毛球奥运金牌的主名单。 朱挺排名第五,是前十中唯一的女性。 奥运冠军,世界杯冠军朱挺在国际大赛中被誉为MVP收割机,几乎包揽了各项世界大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奖项,是当今女子排盘最优秀的球员。 2017-18赛季,朱挺还以135万欧元的身价成为世界女排年薪最高的球员。 从运动成绩到商业价值,朱挺成为当今中国体谈一节都当之无愧。 除朱挺外,还有六名排球运动员机身综合商业指数榜百大之列,其中张长宁排名23,已经退役的惠若其列第26, 今年在国际排盘爆发的男排接应江川位列第57,公祥于65,凋零于76,天津18会小将李宁赢排名第89。 在同时公布的潜力指数榜中,排球运动员共有4人进入50强,分别是张长宁9,公祥于21,李莹莹33,凋零于46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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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